现在这环境,对面一局四个人,有三个人会打地板 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每个人名字都不一样 今天子翼的任务就是制裁着扫地板小队 而且子翼也并不准备把他击杀之后还手 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自新,回头是岸吧 刚开局也没什么过分的事情 也就把他们堵在家门口淘汰了几次 你看这对面就开始生气了 一开始也觉得没什么,这确实是团境的正常现象 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也加好这把没什么卡手武器,都是我擅长的 一号队友这图书馆里的枪呢,还过来垂货 这么想上镜头的吗 没看错,对面有个小仔是在做佛撑 刚刚是打地板那家伙吧,是不是改过自新了 想不到刚刚那家伙是改过自新,他队友又出手了 一直躲在天下后边,其实很难拿下他的 看我是连鞠想冲我的脸,刚刚一枪爆头了 又杀出来一个没反应过来,这波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刚好冲着他脸上,把制裁打在公屏上 就算被他的队友淘汰没关系,这家伙是改过自新了 只是他的队友可能需要一点小小的关照 还好是把新手枪,手枪里的小钢炮 没办法只能躲到狗洞里,刚刚队友还帮忙呢 兄弟你继续帮忙,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 动手啊,动手啊 手里是把小走轮,对面要冲过来了 帮忙啊,帮忙啊 这队友在最紧急的关头选择了预言地不动 他可能退出了游戏,突然有些事情 刚打了一枪头,换完子弹直接上去冲 先打残血 下面这家伙是把单发剧,不用管 直接灵活走位上去拍 不信你能瞄我 红队